咱们换个话题吧 人家七姨娘刚来 就把人家说的头都抬不起来了 昨天我去评证院报税 听说周院长辞职的消息 这件事 我早就知道 大总统对她不报 她还有什么不满的 人各有志望 她躲在上海那花花世界里 是有志向 爹 我身体不舒服 先告辞了 人家 锦云她怎么了 没事 是不是 是不是她有了 不会那么快了 我去陪陪她吧 三姑爷 稍慢 老爷 不如这样吧 我去陪三小姐聊聊 我们俩难得才能碰上 要是能聊上 以后也多个聊天的伴儿 您说呢 好啊好啊 那你可快去快回啊 老爷 三爷 三姑爷 白雪告退 你先回去吧 你先回去吧 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啊 没有 只是觉得客厅里面太闷了 所以我就出来透透气 您不用管我了 我没事 我待在里面也没什么意思 我也不喜欢听那些男人在谈些什么 我进府这么长时间 还没有机会跟三小姐好好地聊聊呢 叫我锦云就可以了 您进府那段时间 我也在忙自己的婚事 也没有到您那儿去走动走动 反正住在同一所宅子里 大家以后有的是机会 住在一所宅子里 也未必就能说得上话 从小 我在这大院子里长大 每天上头听到的是官话 下头听到的是闲话 想找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 那是以前吧 现在三小姐有如意郎君相伴 就不愁没人说知心话了呀 也许吧 不管怎么说 三小姐出生在官家 又能良缘匹配 也算是有福气之人了 亲姨娘也很好啊 我爹有好些年 没应小切进门了 她年纪大了 你可能觉得有点委屈 不过 只要你能抓住我爹的心 她就会对你很好的 就怕白雪没这个福气 以后 还要请三小姐多教教我 让我在服侍老爷的时候 也不容易出差错 好像老爷发起脾气来 还挺吓人的 嗯 我爹就是脾气不好 所以什么事 只要顺着他说就行了 还有他定的规矩 千万不要犯 向姨娘们 不要随便的出门 然后在他去书房的时候 也不要去打教堂 老爷 好像很喜欢去书房啊 嗯 没有特别的交代 最好不要到那儿去 那是他办公的地方 咱们女人家 是不好随意进去的 咱们女人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我娘的照片,为什么会在这里? 德养众,为什么要把娘的照片放在书房里? 他这么做,说明娘在她眼里有不寻常的意义 这张照片,是娘嫁进将军府以前拍下的 难道是她对你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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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谁啊? 谁? ?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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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的,哪有的? 啊? 哪有的? 哪有? pou,哪有的啊? 哪有的招呼? 鸡呃啊? 墙都会翻了 行啊 不吃了 你在我这儿是安全 但是你出去怎么办呢 你放心 不会有事的 外面有同志接应我 什么同 同志 同志 什么东西 就是朋友 朋友管屁用啊 上次你减条命 一票人是人养马翻的 你这刚吃饱三天嫌饭 怎么又回来革命来了 你放心 不会连累你的 我是这意思吗 我这次回来 万万事就走 不会就有 外人这儿 家事国事都有 我待会再给你聊这些 我现在想赶紧减一下白雪 刚刚进入他房间的时候 想进去看一下 但他屋子里面是黑的 我怕他睡着了 吓着他 你什么时候进去 吓不着他了 怎么 他不在这 去哪儿了 老爷 来来来 坐 坐 白雪 这么晚了还没睡 白雪正要打算休息呢 这么说我是来巧了 还是不巧呢 这手怎么冰凉冰凉的 白雪自有体寒 所以 体寒 那得好好补一补 这样吧 明天啊 我让德福派下人 给你炖碗生鸡汤喝 好好的补一补 不然的话 会伤身子的 嗯 时间也不早了 你好好歇着吧 我走了 老爷 我送您到门口 你以为我走不到门口 会再折回来啊 别费事了 老爷走好 好好好 你说什么 我爹 与头 还有白雪 那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 那我就要告诉你有什么用啊 你出风连累多少人呢 我知道 轮着谁 一下听这么多事也受不了 但这段时间呢 就是发生了这么多 让人受不了 就非得受的事 唯一一件还算好的事 就是御官 云外 弄假成真 真的成亲了 之后呢 同府还给查抄了 那同总长呢 打入天牢终生监禁 御官他们呢 当然入伍馆了 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 同总长 官居外务总长 全大势重 怎么可能会是这个样子 这些大官的事儿 谁能明白 那你清楚是谁干的吗 当然是姓德那老狗了 都要中 我请了一个招鬼符 昨儿我遇见一大仙 恨灵呢 我把那个老狗的名字在上面写了一百零八遍 我让所有小官都翻上来 一定能把他揪下去 你等着瞧吧 想什么呢 一身的家仇血债 什么家仇血债 什么家仇血债 白雪说他 一身的家仇血债 难道他嫁到德府就是为了报仇吗 这次我回来 就是要搞清楚 我一直以为他的苦衷 是那位摆脱不掉的有钱的三爷 白雪有家仇血债 什么家仇血债 我怎么不知道 我说三爷一直要救他 他不肯接受 这怎么回事 那个三爷不是什么好东西 干嘛这么说 我和白雪的事 他曾经威胁过我爹 威胁你爹干嘛 他们不是老朋友吗 谁知道到底是不是老朋友呢 他倒是给了我爹不少的好处 让我爹去吃喝嫖赌 连豆腐都不卖了 可是我爹 好像很怕他的样子 你说 我爹的死会不会跟他有关系啊 不可能 说什么呢 他干嘛杀你爹 那会儿 报馆出事 那不都仗着他来救人吗 报馆本就是庆子号出钱办的 牧师只是挂了个名 不应该受到牵连 古人节应该对这点清楚得很 怎么会连宇童和牧师都保不了 因为那会儿他去了上海 我对这事一直有怀疑啊 你想想 为什么 一出事 他就去上海 事一出完 他又回来了 而且 一回来就做了姓德那老狗的成功快婿啊 你说什么 入罪啊 怎么可能啊 他 他对宇童那么认真 别提了 别提了 现在 他八成就抱着那个姓德老狗的 三闺女睡大觉呢 你不知道 他现在根本不来银行 每天跟着那姓德屁股厚头 摇头摆尾 跟哈巴狗似的 美着呢 我不信 我骗你干嘛呀 他就是那哈巴狗 臭哈巴狗 铁大哥 你怎么那么早啊 渔官呢 渔官 在屋里呢 渔儿 是你啊 渔官 阿娘 你们快看看是谁来了 丽涵 书呆子 是你啊 渔官 丽涵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晚上刚刚到 我先去到铁袋那儿 你不该这个时候回来 这会儿你还在危险当中呢 二娘 坐下来聊吧 我去买点东西 来 坐下来 来 渔官 我说是我帮了你们 还是你们帮了我 这事我最清楚 这小子从一开始就没打好主意 我以为他想腻着我 结果呢 就是为了云儿 哼 哎 你有完没完 大清嫂子瞎扯什么呀 丽涵 你别听他说啊 来坐下 请 你不理我 云儿理我 我找云儿理 哎 哎 女儿 童总长知不知道 这个姓德的书房里 有一幅我娘的照片 如果现在童总长在 那所有的疑惑就 如果我去找他呢 他要是一直跟着童总长 那他也许会知道一些 爹娘和这姓德的之间的关系 老爷 你怎么会在这儿 说话呀 老爷 是这样的 白雪有点事情 想跟您说 又不知道您在哪 就刚好碰到一个下人 他说 他说您可能在书房 所以我就来书房找您了 那有没有人告诉你 这书房 我是不让别人进的 老爷 您生气了 白雪出道 不懂规矩 以后不随便找您就是了 说归说嘛 但也有个例外呀 你就是个例外 你会想着找我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说吧 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老爷 是这样的 白雪离开九号公馆 也有一阵子了 心里十分挂念那儿的姐妹 还有姨娘 所以想请老爷批准 让白雪回去看一看 好吗 老爷 怎么 想回门了 哎呀 这不太好吧 老爷的意思是 你想一想啊 你现在是德府的七姨太 怎么也是官家的姨奶奶 你这么回到那种地方 恐怕不太妥吧 老爷 白雪并不是隐姓埋名进了德府 以往那段风尘日子 谁也满不过 老爷要是觉得不妥 去我进门之前就应该想清楚 怎么 不让你回去 你还真生气了 我可不敢 你看你这小嘴 噶的 看来你还真是念旧啊 才过了课把月 就想回老国了 老爷 白雪并不是想念那个地方 我是想念一起生活的姐妹 对 还有姨娘 是姨娘从小把我照顾到大的 我们就像亲母女一样 老爷 既然这样 我就让德府啊 下个帖子 把所有的人呢 都请到府里来 这样一呢 你也不必回去了 二呢 也不失身份礼数 三呢 也给你做足面子了 把所有的姐妹 都给请到府里来 让他们看看你 今天的日子 他们肯定会有羡慕的 嫉妒的 这不挺好的吗 你觉得呢 老爷 我觉得 就这么定了 德布 姨娘的事 就交给你办了啊 是 姨娘 我还有事 就不陪你了 德布 让你车 是 姨娘慢走 白雪 如果你一个人 在府里觉得闷的话 想出去游逛 只要有府里的车 跟着你 有人陪着你 我不管对 但是武场这种地方 绝对不能去 明白吗 白雪知道 老爷慢走 是我害了 佟宗长 丽涵 你不要这么说 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你 是要让你明白 你这条命 跟童家是分不开的 不管你今后打算怎么走 我不许你再做任何冲动的事 你明白吗 哦 二娘的意思是 怕你为白雪 又 你们放心 白雪 尽德府的事情 铁袋都已经跟我说了 既然已经成了事实 就算我再苦 也得忍下去 铁袋他 不也是忍过来的 但是 我能侥幸活下来 就要平白地耗掉白雪的一生吗 我得做点事情 二娘不必问我是什么样的事情 可请你们放心 我不会白白浪费掉我的生命 更不会愧对 童总长对我的栽培和关爱 哟 古大少爷 久违了 我听说最近怎么着 改姓了 姓什么 德 德姓的德 哼 改得好 你再跟谁说话呢 不管大少爷他姓什么 他都是庆子号的少东三爷的儿子 你在庆子号里当差 对大少爷说话就要客气点 我客气得看人 少东你怎么了 啊 雨强 人要可怜的活着 好好的活着 可怜的是叶姑娘吧 被人骗了感情 到死都不知道 我说错了吗 或者我说你痛错了吧 依我看 你这人根本连痛感都没有 我真应该让书呆子看看 你现在春风得意的样子 他就知道我没骗他 爹 小孩来看您 到底是谁 比您走上绝路的 你一定要告诉我 好吗 我说我带你去德府 您就拿我当跟班的 我肯定不给您添麻烦 我就想进你 见白雪一面 见着了又能怎么样 我就是想找机会跟他说两句话 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你没这个机会 德府我去过一次 我见过白雪 你去德府见过白雪 对啊 我见过 白雪怎么样 那老狗屈有的没有 我说铁蛋啊 你这种心境 我怎么敢领你去呢 别忘了 你杀过人 而且那个人是他的外甥 铁蛋我警告你 你要是再犯魂 我真的没本事救你 白雪到底怎么样 他还能怎么样 在德府 应有尽有 荣华富贵 他是个新宠 白雪不信这个 白雪不是因为荣华富贵 才嫁得姓德的 她 她是因为嫁仇血恨 嫁仇血恨 我就是觉得 肯定有别的原因 要不然她不会嫁得姓德的 铁蛋啊铁蛋 三爷喜欢你 因为你是个汉子 敢恨敢爱 从来都不撒谎是吧 你刚才说什么 家仇血恨 不 没什么 真没什么 我就觉得 心里不舒服 所以我就看看 我不麻烦你了 我再想别的车 我走了 都清楚了吧 拿来 同志们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为了配合广州的大行动 我们必须明天以前结束这里所有的工作 离开北京 回到广州 这么说 24小时之内我们就要完成任务离开 是 没有时间耽搁了 大家在行动以前必须做好最后一次检查 千万要小心自己安全 不要够无畏的牺牲 来 我们把具体的行动细节再安排进去 你明天就要走 去哪儿 去南方 一个人 不 还有几个朋友一起 李寒 你到底在干什么呀 二娘 您就别再为我担心了 您自己保重 我知道 佟总长被关在天牢 你很着急 但很多事情着急是没有用的 现在我们国家 就像一座人间监狱一样 人民被关在这个监狱当中动弹不得 但是撑不了多久 等到这个专制的监狱被冲垮的一天 也就是佟总长重见天日的那天 二娘 你放心 这一天不会让你等太久 你说的我不懂 我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就行 那 我先走了 那你不等余冠回来了 我以为 你至少会留过今天晚上 你就不能多留一天吗 不走不行吗 丽涵 余冠 你现在就要走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该走的时候就得走 余冠 照顾好二娘和云安 这个家以后靠你了 别忘了 带我跟铁大说一声 我没办法向他道别了 你们为我付出的我会记着 也许将来有机会 我会加倍地还给你们 李涵 你自己多保重 二娘 有您的祈福 我会平安的 那我先走了 我好看你 我好看你 你也要看我 快跑 来了 请问你们找谁啊 元儿姑娘 白雪 二娘 她是九号公馆的阴白雪 白雪 阴白雪 我们应该是第二次见面了 咱们见过 快请进吧 白雪姑娘 四少爷 我早该来探望你们了 不敢当 家里的事情 铁单一定告诉你了吧 白雪姑娘 你请坐 坐 你今天突然造访 想必是为了 丽涵 丽涵 他怎么了 他 他刚走 他回来了 他昨天晚上回来的 可是明儿就要走了 那 他已经知道我嫁进德府的事情了吧 这样 这样也好 他终于知道我是什么样的女人 白雪 白雪 玉冠 盈儿 我要跟白雪说会儿话 你们先 二娘 白雪 是有事来找我 走 人家是来找二娘的 他们俩认识 你问我 我问谁 白雪 我知道你心里的苦衷 大丛一听说你的事 我就知道你这是为了什么 是我们童家有愧于你 您别这么说 以前 我确实把童宗长当仇人 甚至还夜闯童府行妇 差点让童宗长送命 后来 童宗长为了替我爹翻查就案 几次约我相谈 其实我心里很清楚 他只是借到杀人的那把刀罢了 真正的主谋 不是他 后来 童宗长为了替我们翻案 而惹上了抄家的罪名 所以说到有愧 应该由我来说 不但是为你 官场上的事非不由人说 结怨结仇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我们家老爷为人耿直 处事磊落 难免会让小人有可乘之机 白雪 我知道你报仇心切 可你千万别忘了 你是半虎儿你 少有不舍 愁没报 自己却落到危险之中 这也是我们家老爷 当初我不愿意让你介入太多的原因之一 我既然已经决定这么做了 就不会在乎这些 其实我今天来 就是想问您一些 以前在西宁的事情 您请您请啊 来 坐这儿吧 好 您坐啊 您坐啊 您坐 慢用 这没有什么意见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不要命了 最危险的地方 你就最安全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好 我闻着味儿都能闻进你 我查了半天 一会儿有什么叫家出血恨 坐下 所以 我长得很像我娘 你们长得可实在是太像了 只是 你比她少了几分豪气 多了几分婉约和艳丽 德阳仲 当您是不是也去过西宁 他比老爷先到 不过 没多久 他就返军了 过了两年之后 他又回到了西宁 所以 他是认识我爹娘的 当然了 你爹当时是赫赫有名的将军 而你娘呢 天生丽质 当时追求你娘的人 不在少数 这其中 是不是也包括德阳仲 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 你怎么会想到问这个呢 童宗长在以前翻查旧案的时候 不是从刑部底案 翻出一条未经三思会审的假造罪名吗 你也知道 假造罪名的事 嗯 是童总长亲口告诉我的 但他始终没有告诉我 德阳仲跟我爹娘是什么关系 据我所知 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可是我在德阳仲的书房里 看到了一张我娘的照片 什么 你娘的照片 这怎么可能呢 我绝对不会看错的 那绝对就是我娘 我实在没有想到 我连做梦都梦不见的亲娘 竟然 我为这四个字想了很久 可始终想了自个所以来 其实打算我认识他那天开始 我就觉得他像一本脱了一页的书 头尾不连处处生命 可是你认识他没多长时间 你那么清楚 有情可原 我从小认识呢 我 不知道什么叫家仇雪寨 七大 麻烦你个事 帮我约一下白雪 我想跟他见一面 我要能帮你 我自己早去了 这次回来 如果不能见到白雪的话 我是一万个不甘心 说不定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你什么意思 你别让白玩我一场 七大 我知道 我欠你的这份情 这辈子都很难还清 你混蛋 你这辈子欠的必须这辈子还 我告诉你好好活着 好活着 白雪 你别伤心 让我再好好想一想 二十年前 你娘和德养众的事情 有件事 什么事 是不是和我娘有关 这个我不能确定 就是你娘跟你爹结婚那天 将军府习开摆桌 当时是老爷主婚 所以我跟夫人就去参加婚礼了 我记得当时来的女眷 都在后堂休息 突然有人闹酒风闯进了后堂 本来我以为是件小事 可是没想到 老吐司大发雷霆 说是犯了忌讳 那个闹酒风的人 就是德养众 果然 他果然是冲着我娘来的 要是他现在 还藏着你娘的照片 这就好说了 可当时谁都没看出来 他当然不会让人看出来 我终于明白了 这根本不是什么阴才起义 也不是官场纠纷 完全是因为德养众 他得不到我娘 所以才怀恨在心 故意造假 有得我霍家被满门抄斩 白雪 你千万不要太冲动 你再好好想想 对付德养众 不一定有你亲自动手的 现在就算是有人肯替我杀了他 我都不答应 这笔血债 是德养众欠我霍家的 现在霍家就剩我一个人 我当然要亲手 向他讨回这笔血债 这盆玉 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让白雪转交给你的 真是我爹的 你爹活着的时候 拿他当宝贝是 他死了也没留下什么 你走的时候 我把他转交给白雪 让他给你留个纪念 既然是这样的话 你再帮我一个忙 把这个交给白雪 让他留作纪念吧 你什么意思 反正你替我交给他 我是怕万一 我不想听你说这个 你要有本事 你有本事自己交给他 回去 铁带 再说一遍 回见 铁带 你说什么 厉害身上也有一块玉 和玉关一模一样的吗 你不知道这件事吗 童总长没跟您提起过 什么 老爷也知道 我把厉害送走以后 就急急约了童总长见面 为的 就是告诉他这件事 老爷一定是 还没来得及告诉我 就被抓走了 可丽涵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他可能不知道 他也不了解 这块玉跟童家的关系 他才刚走 他才刚走 童夫人 聚在有时 该见面的人 总是会见到的 如果您有一天 能见到丽涵的话 麻烦帮我跟他说一声 算了 白雪先告辞了 我先走了 白雪 白雪 告辞 慢走啊 白雪姑娘 黄雪姑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